一个罪汉在抢公交车的方向盘 车上的乘客们东倒西歪 司机直接停车 乘客们缓过神来大声抱怨 看着罪汉在使劲推扫司机 却没一人敢上前制止 这时 罪汉被声音吸引 看着凶神恶煞的罪汉 大家立马假装没事发生 见他慢慢走来 小万咽口水也是尴尬 本以为大家会团结一致 没想到一回头 于是 小万就此被罪汉针对 全公交的人在车外看着他挨打 无意人上车帮忙 这时 一只手出现 拉开了罪汉 车外掌声一片 见罪汉还在扭动 小万壮赶忙上前帮忙按住 他被这个从天而降的女侠吸引 从此也住进了他心里 可自古英雄难过老丈人关 老周一直看小万不顺眼 特别是他的名字 妻子不乐意了 妻子算是把谐音梗完明白 一整个将老周那捏住 除此之外 罐子竟被小万崩飞至玻璃上 老周觉得他很冒险 只见他用力一蹦 下一秒 直接用尴尬打破尴尬 这是张静怡和范澄澄的新电影 人生路不熟 两人出相遇上演美女就憨憨的剧情 就此一见钟情坠入爱河 丈母娘化身爱情保镖 全方位守护女儿的爱情 为帮小万讨好老周曾出妙招 硬和母女花式调解气氛 五一档合家欢公录喜剧 看阵容就想笑 喜剧人齐聚 一路笑不停 女婿和老丈人同行自家 并毛遂自见导航指路 叔叔 我跟他导航了一下 我发现了一条最快的 停 今儿听你的 你走一回 老周一脚游门到底 吓得小万连连尖叫 两人跟着导航直接开进一顶 为演示尴尬 能有啥事啊 我几十年的驾车技术 小万立马接话 多跪点叔叔 话还没说完 两人直接被崩了一身泥 别吹了 车太软了 吹爆了 很明显 小万马屁直接拍在马腿上 用生命演绎出教科数级翻车 很快 情敌出场 红色豪车墨镜西服 这是微雨的青梅竹马光子 坐拥上千亩地 在家的工具都是观光车 妥妥的富豪霸子 他还有个慈善基金 为了走进公义的孩子们的世界 他自学盲文 妻子悄悄吐槽 还会看盲文 我一直以为他是个文盲呢 结果大翻车 这幅字是我的人生座右鸣 海内百川 这可把四人挣住了 一直以为是海南百川 看他认真的模样 霍梅梅认同地点点头 Ride Van Whiskey And Baiju 随便挑 光总的盛情难却 小万只好拿了两瓶小啤酒 你喜欢Bear OK 五一爆笑喜剧 人生路不熟 极限拉扯大三角 老丈人不喜欢准女婿 对邻居家孩子很喜爱 情敌之间的名争暗斗 电影已定当4月28日全国上映 这个五一 冤重一家 爆笑出发 女婿跟着老丈人见老朋友 为了讨好对方 她准备了小礼物 等拿出来一看 你这是给我送礼啊 还是想让我生活不能自理啊 很快就到了朋友的球场 富三代走过来找爷爷玩 没看见爷爷在这 会客呢吗 小万扭头一看 这才发现自己和沙发撞伤了 贾主任开始反而散 老周就静静坐着 接着又跟小万炫耀自己的房车 还说需要什么都可以直接说 可当他真的需要事 没想到意外说来就来 贾主任引以为傲的房车 竟然惨遭报复 可老周却不以为然 他气急败坏 没想到霍梅梅夫妻俩直接上演真诚道歉 谢谢贾主任 贾主任半句话都插不上 糟心的只能自掐人钟 隔天 老周带他去搓澡 因他不愿意承认他的女婿身份 于是谎称是他朋友的儿子 这时走来一个小男孩 小万发现自己上衣和小朋友撞伤了 只见他用手一拍 小朋友白眼翻过 你是没见过光吗 为了考验小万 老周让他给自己搓澡 一番操作下来 搓澡便刮沙 就连路人看到都不禁担心 叔叔 该做正男孩的老周立马打住 领衔主演乔山 范澄澄 与特别出演玛丽 张静怡组成 一路笑闹的冤种一家 机缘巧合下报效出发 开启惊喜与意外频出的卡车之旅 影片定档4月28日 五一假期一起笑道开花 或者识养意外 已在家 5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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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日子